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8日 星期一 要講一則更新的新聞給大家聽 這個是關於這個 抖音 在北京 控告騰訊 控告他反壟斷法 這個是大陸手中互聯網平台之間的訴訟 也是 這個大陸 其實 擺明是一場戲來的 但是這場是甚麼戲 我們也要跟大家分析 分析之前記得 支持黃金二部曲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我們的後備YouTube頻道 星期二日報 這個 Patreon 我們接下來也會有一個新的 嘗試 就是 Youtube不允許說的 美國深層政府 說了美國的 也會被人搞的 我們到時就放Patreon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台灣方面 因為我們請了一個特約的 我們請了一個特約的 記者 他們會幫我們報導台灣的事物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意 我們繼續看新聞 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 今天 這是最新的8日新聞 正式發布 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 反壟斷 指南 這個 還沒有去到立法 只是指南 列明平台內經營者在競爭性平台間進行 二選一 有機會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 這個當時就是阿里巴巴 一個 騰訊也會的 總之只能夠選一間 據內地傳媒報導 抖音就正式起訴騰訊 這個是壟斷案 告他壟斷案 也獲得北京的法院受理 這是第一宗 互聯網平台之間的反壟斷訴訟案 根據國務院的指南 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根據《反壟斷法》規定 作出決定 對不予禁止的經營者 附加限制性條件 包括剝離有型資產 剝離知識產權 技術 數據等模型資產 或者剝離相關權益等結構性條件等 委員會指出 反壟斷 執法機構鼓勵參與橫向壟斷協議的平台經濟領域經營者 主動報告有關情況 並提供重要的證據 同時 停止涉源違法行為 並配合調查 對符合寬大適用的條件的經營者 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阿里巴巴 九九八八被叫停螞蟻金服上市計劃之後 中國市場監管總局 去年年底正式啟動對阿里二選一的 壟斷調查 並多次約見螞蟻集團 北京法院也受理抖音起訴騰訊 這件事 所以要特別和大家說 兩個都是大陸的巨頭 一個就是短片的巨頭 一個就是 整個互聯網的巨頭 騰訊 世界巨頭 隨著這個指南的出路 內地傳媒報導 抖音正式起訴700騰訊 壟斷案 亦獲得北京法院受理 內地自去年底公佈 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 徵求意見稿 隨後抖音在上星期向北京的知識產權法院 正式提交訴訟 起訴騰訊壟斷 抖音指控騰訊是甚麼呢 他指控騰訊 透過旗下的評論 平台微信 即是WeChat 以及QQ 限制用戶 分享來自抖音的內容 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排除 限制競爭的壟斷行為 即是說 你如果在抖音有個戶口 你將這條影片 share去騰訊 是不行的 或是限制你的 或是share去微信 這個情況 其實大家也可以想到 因為你是直接跟他 競爭的 這個 這個 當然是被人控告 現在 抖音申請法院判令騰訊 立即停止壟斷行為 及刊登聲明 而且索償經濟損失 及合理的費用就要他賠9000萬人民幣 騰訊當時就否認這個相關指控 認為這間字節跳動 即是紐音武公司 是惡意無憾 指包括抖音在內的字節跳動 旗下產品 通過各種不正當方式 違規 獲取微信用戶個人信息 破壞平台規則 早前被法院多次發禁令 要求停止侵權 騰訊 又說你用那些 是非法獲取 微信裏面的個人用戶信息 因為 這個抖音 是用一種程式 不斷找你關聯的人 你的朋友 那麼他就會 有個網上織了網 比如你電話裏面有50個朋友 他就會把你的50朋友織了網 然後用他的技術 把你的朋友的50個再織了網 即是說你如果有50個朋友 你可能會讓他織了網 到幾千人 如果你的網絡很大 像我的電話一樣 成千人 一千多二千人 我一裝下去就很糟糕 我一裝下去就很糟糕了 我一裝下去就很糟糕了 我的朋友可能超過10萬人 網絡即時就變得很大 這個其實全世界都知道 問題是別人不敢做 而抖音就是用這個方法去使得他不斷長大 他的運算 騰訊 告他 說他惡人先告狀 以及惡意無憾 這件事 其實是代表甚麼呢 我們要認真深入分析給大家聽 兩間 都是中國的巨企 一間是短片平台 一間是甚麼都有的巨企 這件事 其實是不是做給這個 鬼佬看 尤其是美國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的科網巨企其實很想 去大陸的 但是由於大陸的政治問題 令到很多科網巨企沒有辦法 Google曾經入了中國 最後也要退出 而這個Yahoo 即使可以留在中國也沒有用 他只能夠苟然殘存 最後Yahoo 就被市場淘汰 而Google離開了中國之後 就壯大很多 現在變成世界接近最大的 除了Microsoft之後 蘋果之後 他就是最大的 世界頭幾名 他的市值 以及公司規模 現在 大陸 是不是打算 過定這個反弄斷法 將來 即使是讓你們進來 他們也有把上方寶劍 隨時可以動 我覺得 大陸其實其中 當然其中一手準備就是 有一條法例 是隨時用來招呼你的 例如Facebook 例如Google 例如Twitter 你們想進來 沒問題 他就有一把劍 掛在你頸上 任何情況都可以斬你 當然你要答應他 滿足所有的要求 所有的條件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 第二個可能是甚麼呢 第二個可能 是告訴美國 我們都假裝了 我們都尊重知識產權 我們都有反壟斷法 我們對於互聯網的監管 其實跟你們美國差不多 其實是 做給美國政府 也是向美國政府有所交代 我們也是這樣 好像最近 那個人隱 人隱的字幕組 他們甚麼都不搞 就是搞人隱的字幕組 有800萬會員 800萬個客戶 竟然得到1,600萬 一個客戶給2元 當然我們有幾十萬 如果每人給2元 我們也有幾十萬 如果每人給2元 我們也有幾十萬 如果每人給10元 我們也有三百多萬 這個情況是 表明甚麼呢 他是不是希望透過 他向外界發出的訊息 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也是與時並進的 你外國也尊重知識產權 我們也很尊重的 我們偷完之後 我們也會繼續的 現在我們也有反壟斷法 你們反壟斷法 可以斬勾的 科網巨企 我們也會斬勾的 大家也是自己人 但是我傾向 相信 他是 做一個準備 如果將來 真的抵受不了壓力 或者 要透過一些談判 交換條件 譬如放寬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巨企 進入中國市場之後 他可以隨時動你 我覺得 最大的機會是這樣的 而這次兩家公司 我相信 之前阿里巴巴的人被罰過 罰500萬 說真的 真是被告得到 罰500萬的收出稅 當然這次抖音就告他要他賠9000萬 說真的 9000萬也未必是一定是最後的實數來的 大家說一下數目賠500萬 幾百萬對於互聯網企業 炆了一條毛 所以 這個我覺得是做戲的機會是很大的 做一台大龍鳳給美國看 給美國現在民主黨政府看 做一次大戲給現在這個科網巨頭給他們看 告訴你 好小事就是我們中國 就算真的要罰氣上來 也是罰你幾百萬而已 你們不用怕的 你們是給得稀有餘的 當然 你進去的時候 請君入澳 下次就不是罰你幾百萬 罰你幾百億的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